今天NBA官方宣布了新赛季的部分赛程,包括新赛季的第一周,圣诞大战以及马金路的经纪念日的赛程,这份已经公布了的赛程有着大量亮点。 首先是成规塞接木战,上赛季东部两大大主七十六人与凯尔特人将在波士顿进行较量,这或许是冬绝的预演。 湖人坐镇主场,迎战几起四巨头来是汹汹的萧斯顿火箭,两个詹姆斯的对决十分值得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圣诞大战和马金路的经纪念日也有很多关键之战。 湖人将在月宇宙勇,来到湖人的詹姆斯,是否能带领今年军战胜强大无比的五星宇宙勇呢? 雷霆对阵火箭,来到火箭的安东尼将面对救主,他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新赛季的NBA确实令人期待。 一,双战对决。 新势力的碰撞湖人第一战的对手将会是火箭,而火箭会被靠的迎战湖人。 湖人经历过今下的张皇家忙后实力大增,加上牵下不少有实力的球员,虽然实力依然比不上火箭,但至少双方实力没有像赛季那样相差全输。 火箭虽然在这个夏天失去了他们的首席小青阿里扎和主要轮换巴默特,但他们补充了恩尼斯和安东尼,牵回了保罗和乔佩拉,实力不将反增,而且哈登处于巅峰期,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 上赛季他开发出,能后撤不三分这个大杀招,不知道下赛季会不会又修炼到什么新的令联盟文风放弹招数,詹姆斯虽然已经三十多了,但也仍然看,不出他是名老将,依然净宝的身体加越来越成熟的技术。 湖人真虽然不再巅峰,但依然强大无比,两个詹姆斯的对决的确很有看头。 二,虎人在越宇宙勇,詹姆斯换了个队能否如愿击败对方。 詹姆斯在决定三后离开了骑士,加盟了豪能虎人,不是因为詹姆斯畏惧勇士。 相反,詹姆斯来到西决进一步证明,了他想击败勇士的强大信心和决心。 虽然以勇士目前冠决联盟的球队配置虎人,很难是威冕冠军的对手,再有詹姆斯再还有什么是不可能。 而且勇士的五巨头,由于考姆斯的伤病未能在赛季初就呈现出威力。 虎人每次遇上勇士都会爆发一波,之前就不止一次,战胜过不可一世的未免冠军。 加上实力强大的詹姆,虎人或许很有机会能正面硬刚勇士一波,起码应该不会输得很难看。